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他甚至还怀疑过自己会不会是夜法善转世 不过徐福的话倒是排除了这种可能 至少让叶少阳放下心来 叶少阳不想沾任何人的光 不想当谁的二师 只想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也不信什么宿命 机缘跟宿命毕竟是两码事 总之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除了天赋之外 都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得来的 这种感觉让他更有动力 面对未知的人生 而不是等着宿命去将一切展开 关于我的祖宗 还有什么 是可以告诉我的 叶少阳追问道 这些 还是等将来再说吧 太阴山的人 已经去找梧桐姑娘了 你没时间耽搁了 我的提议你还是先去解救他 让他在你的身边 之后便立刻设法去雷池 帮天狐复生 叶少阳缓缓地点头说 白祺也是被我们杀的只剩下原神了 你是怎么样帮他复生的 白祺是他所谓人的名字 他本尊是上古异兽 在人间完成杀截而已 上古异兽 元神万劫不灭 自有万发复生 与人类却是不同 原来白祺是上古异兽 叶少阳突然想到什么 说道 那青牛呢 他连元神好像都碎了 只剩下残念呢 还在金刚灼里 是否也能够重生 这个 我却不知了 须浮看了他一眼说 你们总把我看成 无所不知高深莫测 实际上 我只是一节数事 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 你若是有机会得到金刚灼 倒是可以一事 四宝说 显办正事吧 你不是真看上那白莲花的吧 这个时候还想着帮他 叶少阳瞪了他一眼 继续说道 我只是在想 一来 我们要闯雷池 不免要跟星月奴打交道 如果有机会 顺手取了金刚卓也可以 二来 那雷池 也有盘古僧把守 他们的实力 你也见过 普通弟子 都能给我们喝一壶了 人数再多点 我们不是对手 毕青实力 还在你我之上 却是个好帮手 四宝缓缓地点头 对徐福说道 徐大爷 你跟白起 可以帮我们一把吗 徐福摇摇头 我等上有事情去做 帮不上你们 徐得你们自己去 若是事成 我可当场用山海巾 送你们去百年之后 这是省了你们 逃出轩辕山 这一路上的危险 说到这 徐福看了叶少阳一眼 叶少阳 宣缓缓山是法术圣地 非同寻常 你这次去 必然是九死一生 你考虑清楚 若你不去雷池 等完成 与梧桐姑娘之间的结束 我便可以送你回去 叶少阳心中一动 不等开口 东荒中里的小九说道 少阳 你先回去处理正事 将来再去雷池也不晚 徐福说 以后再去 就算能成功 怕是想要逃出轩辕山 却是不容易 叶少阳说 为什么 山海印上符吻 快要用尽了 再多有几次穿行 便会失去灵力 徐福告诉他们 山海印之所以能够穿梭 时空的能力 是因为当初 丰都大地 在上面刻下了符吻 在轮回井中续养灵力数千年 每一次用 灵力便会消耗一部分 被徐福用了这么久 山海印上的灵力 消耗得差不多了 又不可能去轮回井中补充 最多也只能再用几次 那么你能否把道风他们 都接过来 帮我的忙啊 徐福摇了摇头 修为越深厚 穿越时空 山海印消耗的灵力越大 之前我情急之中 用他将你送来 却不小心将青牛和你们 这一干人都给送了过来 山海印的灵力消耗巨大 再把道风接来 怕是你们都回不去了 徐福表情严肃起来 在你们回去之前 山海印不可再用 至少要将你们平安地送回去 闯雷石的事情 只有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叶少阳 你先把这东黄忠收起来吧 这个怎么收啊 东黄忠现在是你的本命法器 你却问我 叶少阳听他这么一说 心中恍然 走过去 面对东黄忠上的小九说道 你不要担心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你想安心 在东黄忠里面养习原神 我带你走 小九知道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便不可能再改 于是点了点头 叶少阳闭上眼睛 操控神识附着在东黄忠上 然后无师自通地 用常识性地操控 一道金光闪过 东黄忠变得只有手掌大小 飞到了叶少阳的手中 叶少阳静静地端详着 东黄忠上已经能看到 小九的身影 唇叶少阳微微一笑 你现在跟我在一起了 若婉收集了背包里 虽然还没有帮助他真正的复活 但是能够朝夕相伴 交谈说话 这种感觉叶少阳也十分安心 他不是有肉身了吗 怎么可以缩放大小 吴家伟不解地问道 一花一石剑 他是在东黄忠里的空间 缩小的不是他 而是东黄忠 就像人钻进席屋的洞符里 哪怕是一只田螺 也能容纳身体 叶少阳眉头紧锁 目光从四宝三人面前扫过 说道 这件事情很危险的 你一开口 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四宝说 不要说废话 我们陪你 凤夕和吴家伟都毫无犹豫地点头 叶少阳心中感染 说道 那我们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这件事情 非弄小可 得有周密的计划 四宝说 可惜军师不在 决定作战计划这种事 他最拿手了 叶少阳以身以为然 语音刚落 不远处地丛林里 飘出一道人影 叶少阳等人 感到了魂里 转头看去 顿时经的木灯口袋 卧槽 真是说谁谁就到啊 四宝激动地叫了起来 军师 你怎么在这 跟你们一样 来着一个月了 林三生一个个看过去 脸上带着真心的笑容 我刚才 一直在树林里听你们说话 来得晚 怕打扰你们说正事 因此没有出来相见 难得你们这种时候 还相信我